欢迎回来的新闻大白话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整体来说 是不是绿营有一些选区的立委 的确已经是这个选情告急了 包含了最近都没有来上节目的高嘉宇 那之前这边选情也是有点告急 所以他有点偏向绿的方向 这个走得更激进一点 要跟这个吴欣带来对决 那林长佐让渡给这个吴奕佩这边 同样也是告急的选区 这边都是在台北的选区 那这个新北这边 当然就是云豹小公主赖品渝 现在民调也是落后的状态 台中据说也是这一次 可能林静怡要再度来挑战延宽恒 那因为上一次是全党打 等于说全台打延宽恒一人 让这个林静怡补选补上了 可是今年会不会选情有所变数呢 那还有庄敬成跟江兆国 感觉上面目前评估起来 都是比较危险的选区 那还有高雄我们提到了 刚刚赵天龄 占了我们一整题的版面 小三跟论文的风暴不说 那李博弈要对抗这个李梅珍 感觉上面也是有一点难度的 那屏东这里的话 这个现在目前非绿联盟 因为国民党技术性支持了 这个苏清泉的这个等于说苏正清的儿子 这个苏孟纯来对抗民进党提名的徐展为 所以看起来也是有变数 那还有呢 基隆这边蔡世英退选之后 变成张炳君 那又因为涉滩收押 现在换成了郑文庭参选 还有这个IM.B诈骗时的这个陈欧破退选之后 现在换成了陈俊宇参选 感觉上面好像知名度比较低一点 所以这两位也是被评估在 这个比较危险的席次 那刘兆豪跟赖昆成 在台东这边绿营的内乱 所以现在看起来 到底谁能够选 还是会双双的 就是这个拉低了彼此的这个选票呢 所以我们看看呢 在这里韩国瑜现在也即将要辅选了 蓝白河现在还在谈 据说11月5号的时候 韩国瑜就要去到南投来力挺 一些候选人 那也要重组这个韩家军梦幻组合 跟许淑花同框 那我们看到昨天一个另外一个震撼消息 就是侯友宜松口说 他可以不坚持选政的 也可以采取柯侯佩 所以这个合作上面 他说只要在同一张选票上面 他跟这个柯文哲绑在一起的话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才是真正的蓝白河 城市最重要 个人融入都是小事 所以他就定下了DJ就是这个期限日就是25号 要求柯文哲赶紧回复 否则比赛就宣告结束 就进入政党的协商 那侯友宜还特别强调 这个蓝白河的方案 跟朱立伦都有密切的讨论 那跟韩国瑜更是没有问题 他说别再说我们不合啦 就是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 他讲了这一篇 那我们看到柯文哲刚刚两点钟的时候 也出来开了记者会 他的回应就批评 侯友宜是不是大党压小党 简直像是逼婚 他说不应该要下最后通牒 还叫人家一天之内回复 感觉上面就像是大党在打压小党 简直像是逼婚一样 选票就只有柯侯跟侯柯 完全没有让你选择的余地 那另外沈大佬也跳出来讲 他批评就是朱立伦是南宋的婚军 他说岳飞就像是金普聪 然后国民党想要杀了 杀金向柯投降 他说岳飞等于说现在国民党 已经打算要跟柯文哲投降了 所以必须要先杀掉 这一个党路的金普聪 因为金普聪说要光荣地倒下去 所以现在看起来蓝白河 还是不太妙的感觉 我们来问一下衡委委员 我觉得蓝白河的议题 因为最近其实我觉得是有点歹性脱膨 那么其实也造成很多的支持者 觉得非常的沮丧 甚至非常的愤怒 那昨天可以看到 这个侯友宜市长 他接受各大纸媒的一个专访 那么这是侯友宜第一次公开的 非常完整的去陈述 他认为蓝白河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想这个过去大概都是可能赌麦的方式 那他都是片片断断 那昨天透过专访我觉得是比较完整陈述 这一位候选人他对蓝白河 他的想法是什么 那当然其实大家很多标题都特别着重在是 他没有坚持他一定要当政的 因为大家都认为就是说 现在的就是非律联盟的三个人 比如说侯友宜 柯文哲 还有甚至郭董 三个都说一定要政的 一定要选总统 就觉得那这样怎么合得了 那样子好像就没有办法 没有任何的妥协空间 也没有任何的合作空间 但是我觉得今天侯友宜是第一个对外讲说 他没有坚持他一定要用政的 我觉得这个对外的说法是蛮重要的 那也就是说对侯友宜来说 我认为他对蓝白河释出了相当的一个善意 因为就在讲说 如果我们都还坚持自己要政的 那么这根本就谈不下去 你再谈大家也会觉得说 你们谈也是谈假的 你们要这样只是一个过场而已 这是第二个 那另外我觉得侯友宜还谈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他觉得蓝白河呢 他就是合作 他就是合作 他不是淘汰赛 那么因为这个之前 比如沈大佬也曾经说过 他觉得柯文泽的这个所谓的蓝白河 是一个所谓的淘汰赛 也就是说有我没你 有你没我 就是我们两个不会合在一起 那么 侯友宜也讲就说 不管是正事 还有因为他私下也有跟 那个柯P见面过 他说不管是正事或者私下 柯文泽都没有答应要 柯侯佩或者侯柯佩 他都没有答应 意思就好像说 我们两个比比 比完了之后 赢的人就是你了 那你就退掉 那所以他觉得说 这不是零和游戏 也不是赢者全拿的游戏 那所以我觉得在 这个这几篇的专访 里面都把侯友宜讲 就是侯友宜讲的都非常完整 那当然我刚才 我们一边上节目 一边在那边一直瞄 这个柯文泽到底怎么回应 那看起来呢 柯文泽柯市长柯主席 没有太正面的回应 他这几个的 你也可以说条件 你也可以说条件 那当然他讲了一个就是 哎呀这个是大党欺负小党 那这个我是觉得 还是比较是 情绪性的一个发言 那如果说能针对 我刚才他讲的几个 他没有坚持是正的 大家不要用淘汰赛 还是用合作的方式 我不晓得是不是 就是柯市长柯主席这边 他可以去看看 能不能接受 因为有时候 这个合作终究是一个妥协 因为如果一定要赢者全拿 或者是说 我没有任何的让步的机会 那这样子事实上谈下去 就会比较困难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大家还是释出最大的善意 那么当然要有耐心 可这个耐心的时间不是那么 这时间实不我语 就是因为我们的登记时间 越来越紧迫 所以我还是会希望 两边还是最释出最大的善意跟诚意 来促成这样的合作 好 来问贺文哥 我当然可以体谅王宏威学妹 他非常的忙 因为他自己在选 所以他报纸都没有仔细看 这个让学弟来帮你补充一下 他说 贺文宜说我不坚持选政的 这个是在卖报纸 这标题是故意这样下 侯友宜的意思说 那柯文哲你也不能坚持选政的 我没有坚持选政的 你也不能坚持选政的 那到底谁选政的呢 除了民调之外 还要透过这一张 透过这一张这个 民主初选的这个选票 那这个选票上面写什么呢 只有两个选择 叫做侯科配或科侯配 只有侯科配或科侯配 没有第三个排列组合 不是侯科配就是科侯配 这样大家有听懂吗 侯友宜的意思 他不是说我要当负的不是 他没有投降 所以联合报这种标题 当然就一看很聪动 可是你仔细看完之后 他不是那个意思 我没有坚持要当政的 你也不能坚持要当政的 那到底谁政谁负呢 透过民调 还有民主初选来决定 那不管民调跟民主初选 结果是什么 不是侯科配就是科侯配 就这样 没有第三种选择 但是各位观众朋友 柯文哲把你记得还没 是什么 刚刚王宏没提到 柯文哲就说我就是不要你 侯友宜你怎么也没听懂 我就是不要你 侯友宜在这个专访里面 要提到一件事情 让我觉得最难过的是什么 因为联合报的记者有问 就是说 之前柯文哲讲得很酸 又要说给你选你也选不上 侯友宜说柯文哲的态度没有变 就是给你选你也选不上 我想问侯市长说 柯文哲如果他是当着你的面 这样讲的话 那你还要接受这种屈辱吗 给你选你也选不上 当着你的面这样讲 那就不要合了 如果他当面给你洗脸 那就算了 讲得那么难听 柯文哲讲的方法就是刚刚王后卫讲 就说赢的人选总统 然后输的那个政党你推荐 那就是我不要你 那我都不要你 我就贤你 你还要跟我合 你还要跟我再一张选 我就不要你了 那不要你就算了 应该是要这样才对 怎么会这种悲公屈膝的 去要求柯文哲跟你合作 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就是柯文哲觉得你是脱油瓶 你会影响我 你会拉低我的得票 我就是不要你 那侯友宜那就是应该要兄弟 登山各自努力 我跟各位讲 因为翟轩你刚提到那些立委 那个让给民众党的立委 都是假的 譬如说新北的那个林淑芬 你派谁去选都不会赢 那个差2 30% 那谁去选会赢 你不要笑死人了 台中那个蔡壁如那区 那区也很难选 蔡其上帝要这么欢迎 所以那些区域立委 那都是点缀的 包括高雄的那一席 台中的那一席 新北那一席 那个是烟雾淡 说我们区域立委有合作 深圳有合作是什么 我告诉你 就是蓝绿差距1万票以内的 你让给民众党选 那个才叫有诚意 那个输那么多票的 你让下去 你叫谁去 你叫韩国瑜去选 韩国瑜也选不赢 那个不要骗人了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说 这样子这种 自取其辱的合作 是大可不必的 我觉得国民党 不用受这种屈辱 你总统输的都没有关系 我讲实在话 就输的就四年之后再来 输的又不是没输过 2016也输 2020也输 你嘛好了 输的就算了 但是不应该被柯文哲 这样子吃干嘛尽 好 汉婷 回过头来看到 民进党的这些 所谓的选举 不利的状况 其实理论上 应该如果有本事的话 我们当然是希望 像前面惠文哥所说的 不论是输个10% 20% 能够都缩小这些差距 那因为目前呢 都是因为这些是 民进党自己出了问题 但关键是我们怎么样 把民进党整体的大问题 跟大弊案 跟大的列政与政 结合上具体区域的 民意代表 这才有办法 在每一个选区 做到一些突破 因为呢 这些区域的立法委员 他们在地方上 跟可能在节目上 或者呢 在国会上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呢 如何在配合自己 行政院的一些恶政 但是在地方 他都给你挂漂亮的看板 举办园游会 找纸风车剧团 就给你装的一副 和蔼可亲的样子 跟你握握手 可是呢 你完全不知道 他在立法院 到底在干了什么事情 他就是民进党 所有恶政当中的 具体共犯以及帮凶嘛 所以比如说 如果我们翻开 过去立法院的投票记录 要求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要有完整的财政纪律 这项提案 民进党立委 全体封杀 我们希望呢 台美所有的贸易 必须要定期 行政院向立法院 公开报告 然后民进党立委 全体封杀 我们希望 在高中的校园 要禁止尼古丁 以及电子烟的相关产品 民进党立委 也全体封杀 所有你想得到的 好提案 好方法 好政策 只要是在野党提的 民进党的立委 全体封杀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党义代表 他不是民意代表 他表面上在选区跟你说 你看我照顾食安 结果呢 国民党提食安 他就封杀 他表面上跟你讲 我公开透明 时代力量提公开透明 他就封杀 他告诉你说 你看我多重视什么什么 但只要是在野党提的 他通通封杀 然后我们还可以再问一下 请问当林炳书都已经直接讲了 有民进党的立委 透过炒高端股票 获利上益 跟林炳书好的这些立委 要不要主动跳出来澄清一下 说不是你 要不要主动把你三等亲之内的 所有股票交易记录 通通都秀出来给大家看 到底是哪一些民进党的立委 然后呢 再党BNT 然后靠着炒高端股票 再发大财 所以这些就是民进党 过去以来施政 他们的弊案 他们的列端 都必须仰赖上 我们在选举人的时候 一个一个在地方上情跑 并且情宣讲 那比如我的文宣当中 就不会单纯说票投侯汉庭 告诉什么 我们当选要彻查前瞻弊案 我们要杜绝网军治骨 那收到的人就会问 什么是前瞻弊案 你不知道我民进党那个前瞻 营建署的就贪了7000多万 是这个样子对吧 所以大家收到 前两段看到民进党里面 一些纷纷扰扰 大家开始希望 六成的民调希望说 是不是我们能够政党轮替 但是蓝白河有局吗 今天你看报纸就看到了 侯友宜他们接受了三家媒体的专访 就直接讲了 希望的这个星期有答案 结果柯文哲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 出来回应 听听他怎么说 一上班就给我看报纸头条 我觉得是这样 不应该用这种 好像下最后通牒 还这样就要 一天之内恢复 感觉上就好像大党在打压小党 更明白讲 这简直就像逼分 而且连选票都帮你印好了 只有科伙跟活科 他完全没有让你选择的余地 好 他说有这大党对小党 被逼婚的感觉 其实侯友宜他在专访里头 是这样说的 他说他认为要蓝白河 就是两个人要在同一张选票上头 最后时间通牒叫做 明天最晚明天给我回复 否则比赛宣告结束 所以让柯文哲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大家开始在问了 国民党跟先前讲的是不是不太一样 毕竟今年在6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记得吗 罗志强提出一个政党轮替大联盟 结果采访通知宅一发出去 马上记者会连开都没开 直接喊咖 为什么因为犯众怒了 甚至当时中常委还说要提案谴责他 后来再过了一个月 看到了郑立文 那个时候他是讲说 他要每天召唤韩国瑜 他觉得还来得及 那个时候也是被骂翻了 结果后来到了昨天 侯友宜才讲 他说其实这一路走来 他才是最重要的主帅 所以什么事情他说了算 他来负全责 两个人要在同一张的选票上 但是到底这样的一个说法 跟当时他请来当这个秘书长的金补宗讲法不太一样 因为他说也要直挺挺的倒下 那现在还能合吗 还合得了吗 或者是在柯文哲这样的一个回应之后 认为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比赛之后 怎么合 其实对于支持者有些人来说等不及了 像馆长他讲话就很直接 听听他说法 一开始我是觉得希望他们合作 可是听一听金补聪的说法之后 我觉得那干脆不要合就不要合 就给宋立的不要合 因为他讲话我觉得有点 有点嚣张 就是希望夏家民进党来说 我觉得双方讲话应该不用这样 就是尽量合作 他也不要搞得像分赃一样 我觉得这比较不好 好 这个馆长他说他是希望政党轮替的 但是他就觉得金补聪讲法有点烧张 但沈富雄沈大佬是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了 他认为金补聪基本上就像是岳飞一样 还说了国民党是怎样 是要杀岳飞向柯来投降吗 这样的一个讲法是在讲朱立伦是南宋的昏君吗 大家开始有非常多不同的想法跟看法 但不管怎么说 目前为什么会有出来南白合怎么合 甚至侯友宜说当富的 好像也可以在同一张选票上就好 因为先前大家本来说看好他 10月的时候内参民调 有机会10月就可以超车柯文哲 但目前为止看起来 好像这件事情还没有真正的发生 另一件事情则是 竟然也有媒体报道说侯振营 其实现在也在策划侯韩配来对抗 柯文哲如果不跟他们配 可能跟郭台铭配 所以要配对抗这个柯郭配 那现在韩国瑜又要下水了吗 对此侯伴的回应是说 目前他们看到的韩市长 就是全力的来支持侯友宜 没有做侯韩配的相关讨论 只是每一场都看到韩国瑜 确实有激出一些热情 但是亮哥的评论就是 哎呀 没得好啦 侯友宜站在他旁边很不巧 原因是因为韩国瑜讲话 那个魅力真的太大了 所以呢在他旁边 有的时候新闻出不来 好像主帅的光芒 没有办法完全在他身上 那这一局应该怎么看 来宾哥因为等等五点的时候 朱立伦他们会出来回应 柯文哲的说法 柯文哲对于侯友宜 给他下最后通牒 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比赛 我觉得现在两党着重的点 都已经非常明确了 国民党一直担心的是什么 因为根据柯文哲 过去他提出来的办法 就是赢者全拿 那就是反正赢家 就是所有东西他就当正的 那至于说副手到底是谁 输家只能建议 他不见得一定是 因为他建议的 你要看赢家接不接受 所以柯文哲 其实他的态度一直很明确 就是反正如果我赢了 那副手基本上是我看喜欢的 我才要 不喜欢的我不要 那如果我输了 那你国民党就自己去玩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那对蓝军来讲 这是最不能接受的 因为对蓝军来说 这样根本就不叫蓝白盒 因为你要知道 蓝军可能随便推一个 比如韩国瑜或谁 朱立伦谁 不管他是谁 他都代表国民党 那就是国民党的基本势力 还会促成蓝白盒 可是如果今天是科当副的 假如民众党当副的 那民众党随便推一个人 什么黄珊珊或其他 他就没有代表性 实际上 你要代表民众党 跟国民党合的话 只有柯文哲 因为民众党有一人政党的属性 所以柯如果不完这一局 那蓝白盒等于破局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是侯为什么一直强调说 选票上一定要有柯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也是所有蓝军最担心的 那你看柯今天就直接讲 你不让我有选择权 这怎么会不让你有选择权呢 你可以选择当正的或负的 这也是一种选择 那我觉得如果柯认为说 如果你没有自政的 你就不想再选票上的话 那基本上我觉得蓝白盒 现在已经破局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样就没得完 因为这样蓝白等于不合 那另外国民党这边提出来的办法 我也觉得很奇怪 就是国民党一直坚持要 所谓的开放式初选 也就是民主初选 我一直觉得没什么道理 柯文哲今天也讲得很明的 我在民调上我也许可以赢你10% 20% 但这已经是极大化 可是他如果用开放式民调的话 开放式初选的话 他大概会输60% 因为这很正常 柯文哲讲的是实话 因为开放式投票 开放式初选在比什么 就比地方动员能力 地方动员能力 民众党怎么跟国民党拼 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所以对柯文哲来说 你国民党提出这个条件 基本上就是你们稳赢的 那你既然稳赢了 我们干嘛比这个 没什么好比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 症结不解开 双方我不知道还要谈什么 因为待会五点 我不知道朱立伦跟 何友宜会说什么 但是你说现在在这场 什么侯涵配 或者其他我觉得 这种吃豆腐的事情 真的不要去考虑 韩国瑜已经全力 在帮你们辅选 不要再拿他出来 当挡箭牌 或是去折腾他 我觉得做人也要较沾沾 是 来 于轩 蓝白河最初的核心理想到底是什么 初衷到底是什么 正是因为不管国民党 或者民众党单独参选 都没有办法赢过赖清德 所以才需要合作 如果说今天只是单方面退让 民调数字会讲话 讲白了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的 互相支持者仇视还不够高吗 国民党对柯文哲的仇视不够高吗 民众党支持者对侯宇的仇视不够高吗 这种情况下单独一方出来选 有谁会赢 这才是个重点 所以今天柯文哲在鸡蛋里挑骨头的时候 其实他是把自己逼向绝入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第一个请问一下各位 从头到尾 有没有人先下通牒 柯文哲的论述说 因为侯友宜下通牒 是叫大党欺负小党 当初黄珊珊直接跟国民党叫反说 10月30号你如果不给我 一个答案蓝白油就破局 柯文哲要自己选到底 这个算不算最后通牒 谁先算最后通牒 再来国民党提出来所有的意见 民众好像说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 不好 我不要 请问是谁比较强悍 谁比较盲横 谁比较有主导性 所以今天这个问题 大跟小跟金骨聪根本没有关系 侯友宜他已经拿出了 自己最后的盘算了 第一个我可以当副手 再来你要比民调我也跟你比 我跟各位讲 到最后如果说 柯文哲现在咬着民主初选 那如果国民党不要民主初选 你觉得柯文哲就会接受吗 那到时候就被将军 因为现在整个盘算是 口友宜已经能把 所有可以出了底牌 所有可以让人让步都已经让了 我就问柯文哲请问 柯文哲让了哪一件事情 举例嘛 让了哪一件事情 完全没有 所以到底谁枪是 我觉得最后这一股压力 柯文哲是要思考清楚 因为反而是这股民意的压抑 大家会看在眼里 即便你今天举说 你要把郭台银也纳入 你这个初选行不通 你民调如何如何 开始推山早舍找一堆理由 但大家看到的只有一种结果 对于整个非律政线 真正在push你的 不是大党压小党 你们没有谁大没有谁小 不是说两边桥白 民调一样高吗 今天真正在push的是 民意这件事情 是民意把你们两个 往中间去push 因为民意要下架民进党 因为民意觉得你们两个 任何一方都赢不了 所以才有这个力道 否则你国民党今天 八风吹不动 怎么喊你柯文哲理都不理 就是因为有这样民意的压力 所以玩到最后面 我不知道五点到底 国民党出来讲什么 如果我是国民党 我会直接往后退一步 说好 那我们就来比民调 因为今天比的民调是什么 是侯柯配跟柯侯配 对上赖肖配 这个才叫真正比民调 因为你互比是比说 侯友宜跟柯文哲到底谁 民调高 这个姿与选情是没有直接关联性的 你要直接跟赖金德做一个对比 他才会产生实质上的效果 才具有所谓的客观性 而在这个前提状况下 你觉得说 国民党真的一定会输吗 如果柯文哲如今 处心积虑的 就是没有想要合 那刚刚当然兵哥是认为说 叫韩国瑜出来 这个叫消费韩国瑜 但就我了解并不是这样 国民党本来就要有自己的备案 你今天如果不管 你要是韩国瑜侯寒配 或什么配 国民党至少拿出自己的备案 因为柯文哲已经拿出自己的备案 而且很有可能实现 这个人叫什么 叫郭台铭 好 所以在目前为止 这个时间点 侯正营这边讲 为什么是压最晚明天的原因 是因为他认为 如果真的要做 不管是开放式民调 或是开放式初选等等的 这一些你要准备时程 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开始 那不然的话 拖下去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但是现在柯正营 已经直接给了一个回马枪等等 国民党这边要出来回应 来请教梓庸老师怎么看 柯文哲刚才都在偷笑了 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布局 都在柯文哲的预测之中 我两个多月前我就讲过 柯文哲就是赌定他相对于侯友宜 柯文哲没有输不得的压力 因为柯文哲知道 这一次2024他输了 2028只要他还是 民众党的最高领导人 到时候下一个国民党的共主 不管是卢秀燕也好 应该就是卢秀燕 2028还是要跟他谈 换句话说 柯文哲2028就保底有副总统 所以2024这次 他怎么会要接受副总统呢 但是反观他知道侯友宜 输不得压力 侯友宜这次一输了 基本上2028不但没有 而且搞不好会被民进党推动罢免 等等的手段去修理 所以柯文哲一直知道自己是上风 所以他从头到尾柯文哲只有两个选项 一个就是柯侯肺 另外一个就是各选各的选到底 因为他完全没有在想副总统这回事 所以你看刚才柯文哲讲到说 我觉得这个是逼婚 可是他心里 他其实脸上都已经露出了笑容 你知道吗 因为我看过柯文哲真的生气的时候 他骂学生的时候 是直接摔盘子 他刚才口头上说是在逼婚 但心理上觉得 目前的整个布局就是朝着他那个方向走 原来不是蓝营那边说不可能 侯友宜不可能当副的吗 结果昨天侯友宜跳出来说 我才是主帅 怕被换住换掉 刚才侯友宜也直接就说 其实有可能接受柯侯佩 所以你看整个步骤这样走下来 一直都朝着柯文哲的那个方向 他一开始的盘算 各位观众朋友 在我们节目画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一个QR Code 麻烦您拿起手机 对准扫描下载 最后就给一手掌握 TVBS重点新闻 再等等广告20秒之后 持续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和我们一起讨论 国内外大小事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们来紧接着关注一下 这赖清德现在也很着急的 紧盯蓝白到底合不合 他现在就已经放一段话 就讲说没有理念 就是权位分赃 他说如果蓝白盒 不是因为理念的话 社会看得很清楚 那叫做权位分赃 还特别在IG上面 截取他这一段影片 其实赖清德嘴说别人 他因为现在民调领先 那也是因为建立在 在野的分裂 所以他可能心里面 也是很担忧 但是用他的逻辑我们来看看 他过去跟蔡英文 难道理念也很合吗 这个之前 2019年我们随便抓几则新闻 他那时候也出马挑战 说要戳破蔡英文 治国政绩的假象 还要求蔡英文要停止用网军 然后用网军攻击他 然后就是希望能够 收手国家机器 还有讲说这个 蔡赖都不谈初选程序 然后说只会要我退 所以看起来两个人理念也没有很合 那时候杀到刀刀剑骨 结果最后蔡英文 还不是把你给收编了呢 现在你不就还是当了 这个蔡英文的副总统的候选人吗 难道这样子不叫做用你的逻辑 权力分赃了四年 那再来我们看看 现在这个蓝白盒 到底演到什么程度了 这个10月23号 侯友宜接受平面媒体的访问 有讲说这个D-Day是25号 然后定出了蓝白盒说 他自己当副手也可以 结果隔天柯文哲就讲说 这个像逼婚 不该大党压小党 那我们也看今天的这个联合报 有这样一个头版的画面 也是很趣味 特别找了这两个人的神情 就是柯怨逼婚 侯说等你好久 然后要柯今天回复 柯文哲说是大党压小党 然后放了一张侯友宜 这样子还微笑看着柯文哲 这样子的一个神情 就说要这个娶我不娶我 要赶快说 人家想说怎么 蓝白盒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怪怪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侯友宜到底怎么说 我看那个报纸头条 还这样就要 一天之内回复 感觉上就好像大党在 打压小党你知道 更明白点 这简直就要逼婚你知道 我这个要结婚的人 始终如意在家里 在当年的小生 在一直看一直看 那奇怪啊 一直要去做这儿看看 抛一下帽檐 到底我们结婚是不是我啊 所以政党合作是前民的期待 我也希望顺顺利利 可以大家结婚成功 不爱自己的做新农 结社新娘 都是好事 所以可只是加油啊 你快说啊 闭分不是我啊 请记得要你请我 因为我没有闭分啊 所以昨天这样讲完之后呢 柯文哲没有再回应 就说先休息一个晚上 但是今天柯文哲 又有针对这个蓝营的讲话 又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回应 我们来听听 经过一个晚上 有没有考虑要结婚啊 你说朱立文说什么 朱立文说你这是典型的婚前症后期 奇怪我也是医学博士 我怎么没有听过这个名声 有害怕结婚啊 一直络跑新郎 或者新娘 说你们是两性相约 好不要开玩笑 这个是这样啦 像这种事情可以讨论 这种你想想看 你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名字 要被放到一个结论证书上面 然后你视线不知道 这种忘了正法 这手法还是太奇怪了 对这不要说他们两个 我们其实一般民众看 观众看也就觉得 看得越看越糊涂了 那既然整体看起来 侯友宜感觉姿态是蛮低的 只是蓝营本身 好像也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有些人是觉得说 应该要主战 有些人是组合 但是柯文哲竟然昨天 还有讲到这一个事情 就是他想要的新娘 不是侯友宜吗 他说曾告知朱立伦 想和韩国瑜搭配 然后柯P大惊说 是主席讲的是不是 所以难道他这个问题 是这样讲 他说韩国瑜跟国民党的 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相比比较倾向谁 然后柯宜带保留的说 此案涉及国家机密 所以该不会柯文哲 想要的新娘是韩国瑜吧 就是又有案外案 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 当然蓝营的主战派 有讲说干脆同归欲 竟算了啦 选成这个样子 看似现在已经重现生机 一直在吵说 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 那其实很多国民党 是悲观认为说 最终蓝白仍然要面对 谁选总统的关键难题 由于侯友宜不可能退选 或是当副手 所以国民党恐怕要有开战 以及拼气宝的最坏打算 所以主战派跟蓝白河 在国民党内部 两种声音都有 那吴子佳是预测说 大概这个时间点 柯文哲会让步 标题把我骗进去 我看一下 他讲说 现在柯文哲就是要用杠杆 来抢新闻版面 但其实白银并没有选项 到最后 所以我想说 大概时间点就是指最后吧 最后会让步 等于没有讲嘛 最后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那我们看看现在蓝白河 是不是已经让国民党进退失据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以来 从5月6月7月8月 每个月你都会听到说 有一些国民党的预测 比方说 7月18号的时候那时候讲说 侯友宜8 9月民调会拼逆转 然后呢 8月份的时候又讲说 内参民调已经追上科了 然后8月15号的时候说 9月防美之行之后 就会超科感赖 那9月中的时候告诉你说 他的民调将会压制 科文哲跟郭台铭 然后到了10月的时候呢 说这个蓝营的支持者 那可能支持度会跌破眼镜 结果到现在 民调看起来好像只有打平而已 就是一直以来的预测 是不是都让家觉得 国民党的预测 好像有一点点失准的感受 我们来问一下郑老师 赖清德 最近他在讲说 叫中共不要介入 特别是讲 猴跟柯的事情 那你现在看看赵天宁这个事情 你怎么面对 你还在打那个中国牌 你回头看看你自己 党内出了多少的事情 那今天他讲的话 我最有意见就是说 不要让中国介入 他们有去面对一个事情 台湾的选举 有没有外国介入 有 最大的就是美国 你看那个AID处长 来台湾几次了 公然介入 而且一一一访谈 在那边面试 你怎么都没意见 美国人凭什么可以介入 一个国家如果有主权 你天天说老共 老共还没有直接来 那个直接到台湾这样搞 美国这样的介入 你都没意见吗 所以我是觉得 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好不好 第二个 侯友宜他们这个事情 我觉得柯文哲是没有诚意 他说忽然间在报纸上看到 他的名字被放到结婚证书 侯友宜在有关这份要让步 可以保留去做富的 这不是大事吗 他要以遭公信 多少的支持者 多少关心的人 那他这个都是 这么重大事情 私下讲偷偷讲 他公开讲 大家反而觉得松一口气 不是吗 他就是找理由 他说什么 这个大党在逼小党 我都觉得这个是 人心不足 蛇吞下 我都觉得他这个小党 要去吃大党 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过分的事情 昨天先讲说 忽然间要来逼婚 你们南白河谈多久 有人介绍见面 到互相交往 到这个提亲 到人说 他好像忽然间才发生 结果侯友宜表示 愿意让步的时候 他竟然想说 好像一副晴天霹雳 可以这样子讲吗 你说是有什么 要就要 不要就不要 你至少应该表现一种诚意 说我也可以考虑当副的 他完全没有 然后讲一些 这个歪七八糟的理由 所以这个家伙我是觉得说 因为实事所逼没办法 大家只忍受 让他在那边胡扯 你看他刚刚那个样子 什么叫做忽然间 在报纸上看到 我这个事情难道 不应该以招公信吗 而且你应该做很高兴 至少侯友宜 这个糟告天下 不会再反悔 我现在就有机会来当政的 这个完全是没有诚意 而且他还用淘汰赛 他就一直说要整碗要装盘去 你有这么大的实力吗 你没有这么大的实力 你开这么大的胃口 真的是一小吃到心狠手辣 这个柯文哲 我真的如果有机会 让他选上总统 绝对是台湾的大灾难 事实上柯文哲之前 也是在讲说 这个蓝白一定会合的 迟早会合的 也是他有讲过 那个时空怎么没有说逼婚 所以让人家讲说 现在为什么口径上面有改变 我们来问一下委员 今天是10月25号光复节 星期三 星期一10月23号 侯友宜讲说 我是不是新娘 你是不是要来娶我 其实 为什么此刻要讲这种话 我跟各位报告 11月20号左右就要去登记 可是你登记之前 你要不要先把你的竞选总部 先把它订好 租好 把它装潢好 然后人员要去进驻 平常讲 国民党真的是很有诚意 我要跟各位报告 我也在侯伴里面 在帮忙 我们很多天 现在连竞选总部 都不敢去定 万一到时候 你那个相片 我副总统候选人 或总统候选人是谁 我总要确定 我才能去装潢 对 国民党真的很有诚意 包括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 我们会员会的会长 顾问团的团长 到现在都还没有定 但是平常讲这个时间 真是已经非常急迫了 两个礼拜前 黄珊珊跟金府中两个在谈 两个礼拜了 两个礼拜谈了些什么东西呢 我相信侯友宜跟柯文 这两个是最清楚的 因为他们是当事人 侯友宜在星期一 就是前天会讲这个话 当然是他急 而且他姿态很 我是觉得他很低 我愿意当当副手 谁来 你要不要娶我 这个话讲得很低了 这个什么叫做逼婚 逼婚到底说应该是主角 通常男女结婚是主角 两个主角 但是娶 应该是男方娶女方 当然现在有同婚的 我们也不能讲说谁娶谁 但是在传统上大家讲 都是男的娶女的 柯文哲这时候讲逼婚 后有一星期一讲的话 他是逼婚吗 应该不是吧 他说拜托你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主角 你总要 先说我是不是主角 两个礼拜过去了 两个礼拜前 我就跟大家报告 感觉那种 味道不太对了 如果说两个人要成婚 应该是你能我能 这个互通款曲 这个讲悄悄 当然不能让人听到 不能像赵天宁一样 跟人家这样子拍拍照片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要打厉害的方式 先辩论 辩论就是党跟党之间的竞争龙 就是辩论一定有输跟赢 那都一定是你死我活 还要再做民调 民调此刻去做民调 如果很容易被误导的了 但是我们细节部分 我们都不去讲 但是时间真的是 非常的紧迫 就算现在要去辩论 要去做民调 非两个礼拜不可吧 到两个礼拜 像二十五号再加两个礼拜 到到十一月中了 请问来得及吗 我是觉得如果再也 真的要合作 就要拿出诚意来 好 董哥 大家看得很清楚 其实柯文哲 这段时间都在玩弄国民党 那国民党低声下去 希望能够委屈求全 因为国民党真的希望能够合 合才有胜利的希望 所以从开始的非力联盟 到现在对柯文哲的态度 都耶稣所有党内的人 不准骂柯文哲 那柯文哲你看得寸禁止 然后每天就出一些话题 而且这话题都是非常不堪的 侯友宜有没有骂过柯文哲 没有 从来没有过 柯文哲有没有骂侯友宜 天天在骂 而且讲了有时候是用爷爷 有时候用不堪的 说我让你选你也选不上 就这样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他在干嘛 他要以小博大 柯文哲有个厌望 我跟各位讲 他在政坛里面 最崇拜的就是李登辉 李登辉是要消灭国民党的 李登辉对国民党是非常痛恨 他觉得他在国民党里面 过去受很多人欺负 然后等他涨钱了以后 慢慢把那些人排除掉 然后最后弄台联他就知道 他就那种想法 但是你今天看整个态势的话 其实大家也很清楚 你只要把柯文哲去美国之前 所有民众党首讲的话 就知道柯文哲他其实只有 他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正你退 然后国民党把资源给我 我来打这个选战 就这样 那这样的话 如果他选赢了国民党没有了 选输了国民党变一点点 他选输国民党变一点点是什么 以现在的氛围 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主席 你一定想说我总统要选赢 如果我总统因为最后分票 我最后选输的话 我有第二个想法 我至少立法院我要赢 国会赢第一大党 那现在的民调后方式 国民党大概 50席以上大概有 大概会成为第一大党 那你要立平成够伴 够伴影响力更大 对不对 那国民党现在38席 他现在有些地方很明显 我数给各位听 新北市12席国民党只有3席 罗兵才 对不对 然后洪梦凯 对不对 还有林德胡 你可以看 他应该哪一半以上 因为他执政这么久了 对不对 那你看台中 卢秀院做这么好 国民党只有2席 江启臣跟杨琼英 80席只有2席 这些都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彰化4席 国民党只有一席 谢一鸿 其他都民进党 这些都有很大成长空间 国民党50几席 其实机会很大 这是朱立伦在想的 欢迎回来基本大白话 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TVBS有个最新的民调 三个人里头 如果赖清德的话 他的民调目前还是占据第一 33% 但是磕喉两个人还是很近 因为一个是磕是24% 另外 这个 喉友宜的部分是22% 是微幅的都有上升的 不过这就显示说 是不是说其实 还是真的蓝白河才有机会 可以赢过赖清德呢 好 但是你看赖清德 现在真的大家说 他就可以躺着选了吗 执政党又变在野党吗 昨天赖清德说台湾要创造第二次的经济奇迹 又开了很多的支票 那很多人说民进党你现在不是就是执政党吗 是副总统 为什么不现在处理呢 那对选期还是有把握 是不是因为现在在野党持续的闹不合 赖清德就大酸说蓝白河 如果不是理念的话 就叫做权位的分赃 可是看看过去赖清德跟蔡英文 当时初选 2019年是怎么炒的炒成这样 那你最后不是合作吗 他还是成为正副首长 这样算不算是分赃的一种呢 好 不过现在蓝赢跟白赢 当然自己也要检讨了 现在蓝白河还是暧昧不清 大家物理看花 昨天一场记者会 变成好像在讨论婚期一样 我们就看到这个被问到说 要不要跟侯结婚 柯文哲说他被逼婚 结果你看侯友宜 其实我们还原下 他23号的时候 他是怎么说 他说要他当副首也可以 但是两个人一定要在 同一张选票上 要柯文哲给他答案 结果柯文哲说 不要现在用这种方式下 最后的通牒 马上侯友宜又反击了 说嫁娶要说清楚 他要结婚 结果一直等消息 然后他要去人家家里看一下 到底结婚对象是不是我 结果柯文哲又怎么回应说 我们缓缓再说 他也提到说 确实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被放到结婚证书上 他觉得太奇怪了 所以大家都在酸 说这情况真的是太难以理解了 这到底什么状况呢 柯文哲赶将 是不是因为其实对他来讲 他现在还有底牌 因为看到郭台铭 到底最后跟谁合作 我们看到柯文哲也不断的私下来密会郭台铭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在昨夜后也说 不要一下看郭银 一下又看其他银 那现在当然有一些 蓝银的主战派就有声音了 就说看赖誓宝曝光 有蓝银的支持者打爆了电话 说人家都欺负我们都这样了 还要低声下气吗 那蓝白河现在是不是真的 也已经是差不多了 走到尽头了呢 因为蓝银还有有人扬言说 好那既然这样已经没办法合作了 我们就把民众党打回成 百分之4%党绝后患 其实幕后其实就有人说讨论过了 蓝白河这样子还宁可 让賴清德赢会不会比较好 因为有情境一是 侯柯佩这个总统选赢了 可是这样一来 蓝银其实在联合政府中 也失去了主导权 反而民众党的立委席次极大化了 如果变成情况二 侯柯佩总统选输的 大家一起在野 可是民众党席次立委还是极大化 情况三的话 各选各的互相气饱 总统选输了继续在野 我们是平起平坐状况之下 但是国民党的立委席次是极大化的 反而让民众党是没有办法扩张的 来先请教任俊哥 怎么看这个最新的民调 这样的数字 是不是说蓝白河现在又变成 好像可能希望也不大了 其实大家觉得就是说 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当然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以前传统的 大概就是蓝绿两个阵营 所以都会有这个所谓的 中间的选民 可是老实讲到投票前回的时候 他要就是往蓝的头 往绿的头 这一次确实是因为 看起来台面上有四组的参选人 但因为有三组 就比如说像这个 郭台铭还在努力当中 其他柯文哲跟侯友宜 基本上在争取的过程当中 我就比较特别其实是民进党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其实他呈现出来 就是说他所拿到的支持度 其实在这段时间 不管其他几个人发生什么变化 这个赖清德都稳稳的站在那条线 但你真的去分析那条线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对民进党来讲 那是一个压力也是一个危机 因为他并没有让赖清德的支持度 大幅度的扩张 那个只是那种就是所谓的 民进党的基本盘 在支持赖清德的这一块 所以你会看到这几个民调里面 我让你讲这几个月 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我跟三个月前有什么不一样 即使在遇到什么事件 民调可能稍微往下挫之后 可能隔两天民调又再上来 这就是现在他们呈现这个 所以你知道民进党内部 有两种矛盾的声音你知道 有一种就讲说 现在就让他们几个继续乱 继续斗 最好三个大家都一起去选 然后三个都一起选的时候 民进党可能赖清德就稳稳的这一个 可是他这个的逻辑 后面有一个理由就是说 表示选举的热度上不来 因为民进党的支持者 他在这里面他也没有投资标的 你知道吗 他只能就是说 反正我只有赖清德可以选 我能投或不能投 反正他就看起来都赢的时候 民进党会担心 因为这样投票率往下降 这就是为什么赖清德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突然开始 你会觉得他活过来了 开始去对着柯文哲 但我认为他去对着柯文哲 那件事情有点太过头了 意思就是说我去跟他争 我有没有跟你开小房间 里面聊天 我有没有三分之一的板凳 我有没有穿西装外套 那个有什么是重点吗 深奥电厂就是后来 民进党的政策就是转弯 这也是个事实 所以你陷到那里面去 后来民进党有在小幅修正 你看今天开始又不讲了 但我认为对于民进党来讲 他当然会担忧就是说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要不要让这个选举热一点 所以有一派民进党人 其实认为说 如果非绿阵营是可以合作 但是他合作有个前提 这个我觉得是国民党 自己要思考清楚的 也就是柯文哲 现在在走一个花招 就是我如果要合作 叫做在野的合作 这件事情可能问我旁边 这位志强兄会更有感触 就是他要的是在野 大家的一起合作 而不要只局限在所谓的 一个一个的这种 因为你如果只有两个人 不管你两个怎么配 另外第三个被排除在外 你一定会觉得说你干嘛 我觉得老实讲 到选举紧绷的时候 不要小看人家 那个3% 5%的支持度 我听到有些国民党朋友 讲说他也没多少票 没多少我们就等着圣证七宝 到选举紧绷的时候 那个3% 5%都不是你丢得起的 所以我觉得当柯文哲 现在营造出一个 一个模糊的空间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我其实一直在看 当侯友宜喊出来讲说 我限期你要答复我 不然就没有 期限也过了 那怎么办 对 还要谈下去吗 你现在又不要 大家会等 因为喊是你喊出来的 你也不讲话了 那我也讲真的 但你又不讲话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那你前两天喊那么凶干嘛 干嘛去跟人家讲说 如果我限时间到这你不给 你不要答应的时候 我们就不合作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发现到 把话讲觉得其实没有好处 又回到模糊的空间 那只是模糊空间要模糊多久 可能问一下我旁边的这一位 但我们先请教辉文哥 辉文哥来看一下 怎么这蓝白盒到底还有没有谱 任俊兄一直在cue罗志祥 我很高兴 我顺序排在后面 等一下 天天想一下 我简单讲 我快去快去 不敢 这个 我觉得这个 刚刚讲那个深澳电厂的争议 柯文哲不是说他有行程表 可以把行程表拿出来 然后把那个周渝修叫来作证 就可以奠赖清德 你赶快 赶快把行程表拿出来 你到底什么时候跟赖清德在小房间的 讲出来就好了 我不认为这个是口水战 所以主持人我有个建议 我来帮何侯宜一下 赖清德说谎 赖清德退选 柯文哲说谎 柯文哲退选 你们两个一定有一个人要退选了 好不好 这样何侯宜就可能当选了 这怎么会说谎 郭台铭不是说他有大小姐挡疫苗的证据 你下个礼拜连署就截止了 你还不拿出来 那你不是说你当初买疫苗 什么大小姐什么讲一大堆 大家不是跟着起哄 也不过就是五个月以前的事情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看这个T台的最新的民调 你看到这民调这有什么变化 这个其实没什么变化 如果你以民意调查来讲 一个月以前T台的民调的数字 赖清德这个3433 这个是在误差范围 这没变化 侯友宜跟柯文哲也没变化 郭台铭还是一样在低点 也没变化 所以说选前倒数80天 你看到这样的民调的趋势 其实是没变化的 这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次选举有两个金句 第一句这个跟罗志强有关 六成下架民进党 我也要Cue罗志强 我等着看80天之后 我就拿这东西来跟罗志强算 但我觉得罗志强会当选 没关系 该算的账还是要算 第二句话跟他也有关 他的仇人讲的 要挺着胸膛倒下去 他本来就应该挺着胸膛倒下去 为什么是 什么 因为我不是很理解 为什么要一直拿什么 什么结婚什么的 所以强哥 换我Cue你一下 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释 什么叫做婚前症候群 因为我没结过婚 婚前症候群是什么 柯文哲说我是医学博士 我没听过 我这大学毕业我也没听过 什么叫做婚前症候群 我拜托大家不要再歹戲脱捧了 其实我的结论 他们早就都谈好了 他们在演戏 我必须谴责 柯文哲跟朱立倫和侯宇 你们演技都很差 我来告诉他演技最好的在这里 没有 一直不断被Cue的强哥来 还是要面对 不是这六成民调下加民调 不是我讲的 大家看梯台的 另外三个加起来不是六成 可以这样讲 当然是这样讲 办怎么办 谁教你的 我数学不好 你刚刚跟我讲数学 我最讨厌数学 我就是因为数学不好 差点被打击处分好不好 第二个我跟大家讲就是说 坦白讲就是价值观 大家怎么设定目标 你如果设定是要政党轮梯下架 民进党 当然就是我提的政党轮梯大 对不对 但如果说你的目标是 国民党非赢不可 国民党如果输就是要挺着 凶航倒下去 那我也不能说这个价值观是错的 所以那没关系 就让选民来决定 只是我要讲 我觉得这场选战 就四个状况都要准备 第一个就是侯郭柯三个核 当然就是一个状况 然后这三个有两个核 是一个状况 这三个都不核 还有两种状况 三个都不核 打成一团是一种状况 三个都不核 全部在监督民进党 是另外一种状况 那你抱歉我跟大家讲 我现在看到 可能是往最坏状况走 你看不是吗 跟小孩子吵架有什么差别 对不对 要不要结婚 那我跟大家讲 另外我觉得两个战场都重要 你以为只有总统战场在打吗 立法院的战场也在打 不是吗 对不对 当然惠文哥对我这边很看重 我知道 可是我就要讲一件事情 民进党的嚣张 不是因为选上总统而已 民进党的嚣张 是因为他立法院过半 没有搞错 所以基本上 今天说真的 你第一个总统战场说真的 我们这个小鸡也无力改 改无力可回天 这也有感觉无力的吗 不是 小鸡没有办法干扰你们吵不吵架 我没办法 你们要吵架 我也不能拿家在贴你的嘴巴 对不对 你也不能当证婚人 对 我也没办法 那我只能在我的小鸡的选区里面努力 所以我跟大家讲 两个战场 总统战场说真的就是这些母鸡们 母鸡群今天自己怎么去 想办法去找一个解决的方式 可是对于立法院战场 是我的责任 至少我的大安区的战场 你是舒适区院 我也是经过初选严厉淬炼出来的 我是挺着胸膛站起来的那一个 就是我要挺着胸膛站起来 至少在我的大安区 我要挺着胸膛站起来 不要倒下去 但会不会是会不会倒下去 说真的 那选民决定我也不是我能决定 妙伯导加油 你不要老是想要请我吃饭好不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这场选战 真的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其实选民 坦白说 我觉得选民其实我在跑选区 选民也习惯了 很多选民其实已经开始慢慢想说 没关系 反正我等11月20号开始登记之后 登记其实结束 我就知道谁出来选 我现在在操心没有用了 请问有用吗 没有用 要操心等那天以后再操心 你到底是张三打理事 要理事打王五 那都是在说 你到底最后是他炒成一团 还是一起协力往外打 那是在说 所以所有的局势 现在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劝告 就是烧安勿躁 烧安勿躁